第一部分呢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陶瓷 陶瓷是什么 它是由黏土原料经过悬料粉碎 淘洗沉浮等等烧制过程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般的一个过程 但是对于大家看到比如说那个青花瓷 那显然在这个成型干燥之后呢 湿釉之前青花瓷它要做一些绘画 包括那个幼里红瓷器 它都有一些绘画的工作 所以呢这个概念是一个一般的概念 天空开悟里面讲就是这个坐着一个陶瓷啊 要经过72道工序 显然这个就是非常的复杂啊 陶瓷呢它是陶器和瓷器的这个统称 我们就统称为陶瓷 大家现在生活里面常用这个餐具啊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瓷器类的啊 包括井的镇的 然后陶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接触的比较少一些 可能一些花盆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熬中药这个砂锅 这些还可以算为陶器的范畴 就是没有钥的这些东西 然后陶器和瓷器它的区别 主要是一个是原料 根本的不同就是原料的不同 进一步呢就是它这个烧成温度的区别 还有呢就是外观区别就是这个钥的区别 一般来说陶器没有钥 瓷器是有钥的 但是呢有的陶器呢也是有钥的 比如说故宫建筑上这个琉璃瓦 它也是有钥的 但它还是属于陶器 我们就管它叫做钥陶 然后呢时间上呢就是陶器是早于瓷器产生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那个博物馆里面 包括在故宫啊 首博啊 包括那个国家博物馆 大家看那个古代中国展 实际上刚开始看到的就文明的藻器 看到全是陶器 就不管是红的呀 灰的呀 包括这个彩陶 看到都是陶器 没有钥啊 然后陶器产生是比较早的 陶瓷呢就是被人称之为世界上第一种人工的材料 当然就是说其他的还有像比如说 更晚一些的比如说这个金属 就是通过那个在矿石里面也炼得出来这个金属 包括这个塑料 就我们现在生活中用的更多的是这些 比如有机的这些材料 但是陶瓷呢它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 比如说这个造成一个自然的火灾 土可能就会被烧结 就会硬化 然后人们是发现有陶土有一些性能 随后呢就开始有意识地去选择一些土 让去制作它 然后成形啊烧制 陶器呢在这个世界各地 它都是一个多元起源的一个过程 现在来讲呢 中国是最早的这个陶器的生产国 12年我们有一个世界考古的大发现 就是江西万年仙人洞的陶器 经测年呢是距今两万年 这个结果是轰动世界的 其实在这之前呢 我们周边的像日本 俄罗斯 像远一些的捷克 他们都有上万年的陶器 瓷器的起源在中国 这个是一直没有争议的 然后现在在这个英文 阿拉伯文里面 瓷器跟中国是同名的 2016年中科院出版了一部 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 这个就是补充了之前 中国只有古代四大发明的 这个一些数量上的局限性 但实际上中国有很多 比较超前的一些发明创造 当时没有列 就是四大发明涵盖不了的 其实特别是瓷器 就是一项中国人的发明 然后这个就是 距今两万年的这个陶器 我们看到呢 它这个东西是比较破碎的 因为它的烧生温度 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那个发现的残片呢 都是一些碎片啊 强度很低 然后陶器到成熟瓷器 这个历史就特别长 大概是经历了两万年的时间 才产生了瓷器 大家看那个右下角这块 就是公认的这个瓷器 是在东汉 在浙江绍兴地区 就是这个中国地图啊 这个红色这个区域 上一的小仙坛发现的 这个产生的时代呢 就是大概三国东汉时期 然后左下角呢 大家看到这个 还有一类 就是它也有鱿 造成温度也比较高 但是我们管它叫做原始瓷 这类瓷器呢 主要是商周时期 在北方的这个商周时期的墓葬里面 发现一类原始瓷器 这类东西显然就是在当时的这个贵族呀 才能用这些东西啊 因为当时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而且北方发现这些原始瓷器 就目前的工作来看 现在都是南方产的 他们是经过长途运输 原始瓷的产地 现在主要发现在这个浙江 还有这个江西 还有16年新发现福建 这个苦寨坑这个摇指里面 非常早 在北方呢 现在没有发现原始瓷的这个摇指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就大家感性地看一下 就是陶瓷跟其他门类 这个文物的一个质地呀 体量呀 这样造型上的一些区别 这是龙门的大佛石窟 它是利用这个天然的岩石这个开凿的 体量非常非常大 当然应该大家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陶瓷了 陶瓷越大就越难烧之 这就是一个小的摆件 这个是在那个故宫的珍宝馆里面能看到 这是一个红珊瑚的狮子 也非常非常漂亮啊 然后这类外观呢 就比较像跟陶瓷 这个是泥塑类的 大家去这个石窟寺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些泥塑 外观也很像 非常非常生动 它们呢 跟陶瓷就是相对来说 这类东西就是特别怕水的影响啊 如果洞窟有水害影响 这个就会破坏的非常厉害 这个有一个俗话说 这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就是这种 但是陶瓷还好 陶瓷对水的影响还比较小 对它的 这类就是这个陶瓷 我们看这是这个冰马俑 冰马俑算这个体量比较大的陶瓷 冰马俑表面 以前都是这个带彩的 经过这个考古人员的发现呢 实际上好多这个表面的这个七层彩绘 在这个出土的时候都已经脱落 所以说 秦始皇冰马俑博物馆呢 跟那个德国他们合作 就是复原了一些冰马俑 五颜六色的 大家看起来呢 就感觉特别不习惯 有蓝的 有紫 感觉就像这个 小孩的涂鸦的东西 但是可能早期的话 就是想做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在都是这种灰色的东西 然后呢 陶瓷呢 就是分两种 分类上陶器和瓷器 把这个陶和瓷过渡的产品 叫这个原始瓷 原始瓷呢 就是产生于商代 现在有争议 现在就是浙江和福建都发现了 下代晚期的 或者下代中期的这个原始瓷 但是现在一些书里面 目前比较成熟的叫法 还是认为原始瓷出现于商代 包括这个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 这个也是之前这个各方面 考古的学家 美学方面的人 探讨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什么才能叫成熟的瓷器 学术界也认为 成熟的瓷器 可能不是到东汉这么晚才出现的 就是这个瓷器的界定上 现在还有一些争论 还有一些学术上的讨论 然后欧洲的瓷器呢 出现于18世纪 这个是18世纪的德国 国外呢 跟我们分类不太一样 他们呢 至少可以分这三种 第一个是陶器 我们可以译为陶器 直观的叫呢 这是叫土器 第二种呢 就叫石器 就是像石头一样 第三种是瓷器 它这个石器的概念呢 其实非常广 我们目前这个 很多很多 包括宋代这些产品 陶瓷里面 他们基本上都归为 stoneware 就是像石头一样 他们所说的stoneware 就是他们认为不到瓷器 一个烧结程度还不够 再有呢 这个瓷器的透明度还不够 没有达到像锦德镇那种瓷器的半透明的感觉 还有呢 就是它的白度不够 像那个乳窑的那种 就是这种香灰胎 一看就不是那么精致啊 包括那个南宋观窑 这个是南宋皇帝用的瓷器 哎 它的胎是黑胎 就是说在这个 现在西方标准看 这里都不能叫这个possilin 但是我们国内还这么叫 但是跟他们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明白啊 他们这个stoneware 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西方的著作里面认为 中国最小瓷器不是到东汉 是唐代的行窑 他们认为行窑那种 白度特别高 特别致密的东西 他们是认为 那个是叫possilin 这两年呢 就是这个拱献窑的东西 他们也觉得这个 已经很接近行窑 拱献窑比那个行窑还要早一些 也可以归为这个瓷器 拱献窑可能的时代 它可以到这个北朝时期 然后像定窑 定窑就相对晚一些了 定窑是在行窑之后产生的 还有这个井的阵瓷器 他们叫possilin 当然也可以叫为china china跟possilin 其实基本上等同 但稍有区别啊 叫china也有瓷器的这个含义 然后这个就是一特定称谓 大家看那个展览 那个标牌的时候 很多很多叫法 然后各个博物馆呢 叫法都略有区别 然后这是一些叫法 第一个呢 就是根据这个 它的外观颜色分类 这个陶器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 最后一个紫砂陶呢 它实际上就很特殊 紫砂陶的烧生温度 非常高 陶器的概念里面 陶器是1000度左右 1000度以下烧量 但是紫砂陶温度非常高 紫砂陶温度达到1200度左右 但是它还是较为紫砂陶 一般就是说 没有釉嘛 咱们直观看 没有釉的东西 就把它叫陶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釉陶 有没有釉 也不完全是这个陶瓷的区别 我们看有很多釉陶 除了琉璃瓦之外 还有那些东汉时期 这个墓葬里面 隋葬的那些陶楼 动物 那个狗啊 那些绿釉的这些狗 它都是属于釉陶 胎体比较疏松 第三个呢 就是这种 根据这个颜色划分的 大家看到青瓷 白瓷 黑瓷 黄釉 绿釉 红釉 这是根据右色划分的 第四个就是这个青花瓷 包括幼里红 青花瓷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右下采的瓷器 就是从它那个工艺上看 它是属于右下采 有右下采呢 就有右上采 像这种采瓷里面这些采 它是在这个 就是瓷器在高温烧制之后 带着釉 烧成一个白釉的瓷器 然后在上面绘制这个颜色 低温炉里再烤制一下 就烧成这个采瓷 采瓷有很多种 最有名的这个鸡钢杯 它就是豆采 它就是在这个右下绘制青花之后 在右上 说这个小鸡啊 工鸡的关子里面啊 再填这些红色的低温的彩 还有这个五彩 万历时期的五彩 这个非常有名 广彩 法郎彩 法郎彩 就是一个比较少见 比较珍贵的词种 可能在各个博物馆里面 法郎彩是最少见的 因为这个瓷器 它是康熙时期传教士 带来的一些绘制颜料 然后到雍正时候 然后自己我们去研制 等于是在这个皇帝的监督指导下 做的这类瓷器 法郎彩的东西呢 在景德镇还很难发现 因为它是在景德镇 烧完这个白柚瓷器之后 包括清宫也用一些早期的 比如说明代的一些白柚瓷器 然后在上面再绘制裁 就在故宫里面就加彩这个烧制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 2012年我们在南大库的 那个考古发掘里面 发现一个雍正的黑地儿的法郎彩 然后还有这个粉彩羊彩 等等这些概念 大家看一下 就下面这些 所说的这些各种陶瓷 这个就是清日系早期的 这个湖南道县异产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一个灰陶 这破碎的非常厉害 然后白色是用这个石膏修复的 这个是这个白陶 黑陶 紫砂陶 我们知道这个白陶啊 它的原料已经接近这个磁土的原料 但是当时这个烧制温度达不到 所以它还仅仅是陶 它的胎土原料 我们现在看 根据它成分来判断 使用了高陵土已经 然后这个黑陶 工艺也比较奇怪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黑呢 我们目前的研究 公认的一些结论来看 就是经过一些柴火的焖烧 产生大量的浓烟 缺氧的就产生了这种黑陶 有一类蛋壳陶呢 它壁又非常非常薄 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就是在这么早的时代 就有这类薄胎的东西啊 然后上面呢 就是这个彩陶 这个是在古人也有 除了这个就是使用上的需求 他们也有这个审美啊 美的这种需求啊 上面画一些人啊 动物啊 各种文饰啊 这种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原始瓷 瓷器它个上右之后呢 它实际上这个瓷器这个 外观 包括它的使用 防水的这些性能 然后都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创新 这两件东西呢 就是目前陶瓷史上 公认的最早的这个白瓷 范翠木出土的这个 北齐五瓶这种惯的 但是现在这个白瓷起源呢 就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呢 也有一些争议 这种白瓷绿彩的东西 大家判断呢 就是说有人提出来 很有可能是千瓶的东西 就是说它是一个低温瓶的东西 还不是一个高温瓶 所以说能不能成为这个白瓷 现在还有争议 然后现在完全没有争议的这个白瓷呢 就是这个随带这个白瓷 我们知道这个无论陶瓷还是瓷器 最早是在南方出现的 然后当时出现的瓷器呢 就是都是这种发青的 包括一些黑柚的东西 北方这个就出现了白瓷啊 这个可能跟北方的原料 就是含这个铁钛这个杂质低 还有跟这个少数民族的审美 可能跟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性能方面呢 呃 它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原料成本低 我们知道那个像一些金属的东西 比如说商周时的青铃器 我们现在能在博物馆里面 很容易看到它 但是这类东西当时都是一些做祭祀用品 做这种兵器的用品 实际上就是离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远的 当时他们可以用的东西 还是一些这种成本比较低的东西 再有就是陶瓷的话 它造型能力非常强 就是陶瓷它是用黏土制成 有一个可塑性在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拉坯啊 就是用手拉坯啊 就是你用手施加一个压力 它就会变成一个形状 包括一些用模具制作这个陶瓷 还有这个装饰性能 早期这个彩绘陶器 到后来的这种的青花瓷 包括那个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 就是在胎上这个钻成那种米粒状的小孔 然后填用 然后这个还能达到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等等 它的装饰性能非常好 然后机械强度高 特别是瓷器 它的烧热温度非常高 比如说北方的一些高铝质的陶瓷 它里面有就是胎土里面大量的这个墨来石 强度非常非常高 耐热性能好 比如说一些工具类的 像一些古代冶炼金属用的一些这个干锅 就一个很长很长的罐子 然后里面装这个金属矿石 然后在底部加热 它耐热性能非常好 像这个还有这个大家用了这个这个砂锅 它都可以直接直接加热的 耐腐蚀性能好 像它陶瓷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在我们家庭里面 还是一个常用的这个这个餐具 耐酸耐减性能都非常好 正因为有它这么多的这个油粮的性能 所以它在古代的用途是非常多的 看到这个包括这个生活用餐具类 这些用的是最多的 因为它成本比较低 成型又比较容易 看那个大家去兵马俑看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效果 一排一排这个兵马俑 跟人等高的 然后像这个建筑构建 像我们这个像这个琉璃瓦 像故宫这个地面上铺的这些砖 像大殿里面这些这个苏州造的这些金砖 全部这些是陶瓷 像这个陈色器 我们在这个清代的这个绘画作品里面 经常看到这个一个案子上摆着一个清华瓷器 然后还有一些玩具 像比如说围棋子 黑白两色的围棋子 还有一些瓷的一些小木偶 下面就看一下这个生活用具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储水的器 它这个摆放呢 可能下面还需要一个底座 或者是吊在一个上面 它还有两个技的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建瑶这个拓豪展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 在日本呢 他们也管这个叫天幕 然后右面呢 就是前两年在这个斋工作的一个展览 这是一个香薰 然后陆语的茶经里面 这个讲到这个 他品评了各种这个茶具 哪种茶具更好 这些话呢 这个最后的结论 月瑶比行瑶好 就是当时他们觉得喝茶的话 用月瑶那种清词 比白词更好 这个就是一些壁画里面看到的一些茶具 竹水啊 然后这个端的这个茶碗 都是茶具啊 包括它暗上这些 这个是一个辽木里面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个伊斯兰这个细密画里面 这个是一个青花的一个盘子 大家在这个分食一些食品 就原青花呢 我们看到除了国内的有一些藏品之外 其实在这个土耳其啊 这些地方 他们收藏了大量的这个原青花瓷器啊 体量都非常大 这个应该就是给这个中东地区 他们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使用要求 制作的这个瓷器啊 这是一个古代的冰箱 这是当时在这个首都博物馆展出来的啊 就是他利用了这个陶瓷这种一个隔热的一个性能啊 因为这个陶啊 它里面有很多气孔 它的导热性不是太好 所以可以存放一些东西啊 里面可能再放一些冰块啊什么的啊 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然后这是一些随藏用品 上面左上角就是一个冰马涌 然后右上角那就是一些这个绿柚的陶楼 东汉汉代人这个有一个誓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 然后把这个生前使用的这些 包括建筑呀生活用品 然后做成一些模型 然后随藏到这个墓藏里 然后右下角也是一些小的陶涌 除了冰马涌这个是体量非常大了 但是汉代实际上还有好多这个小的陶器 成牌的涌 然后左下角这个唐三彩 唐三彩也是这个随藏用的 所以现在也不建议吧 就买个唐三彩隔在岸头当时观赏它 但是有一些忌讳 这是随藏用的东西啊 但是现在所有的以前一切这种文物 不管它用什么的 现在都可以作为一个陈设器来使用 它的使用功能已经都都变化了 已经变成一件这个艺术品了啊 而做的确实是非常好 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天下龙泉展里面 堆塑的这个龙瓶和虎瓶 也是一个随藏的东西啊 这个一般这个出土呢 都是这个成对出的 一个是上面有龙 一个上面有虎 然后一些建筑构建 很有名的这个琴砖汉瓦 质量非常好 大家看到这种砖 我感觉跟就是跟明清时期的差别也不大 现在非常致迷啊 做的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是一些带右的琉璃瓦 上面这个是陕西耀州窑出的这个唐代的琉璃瓦 但是唐代的琉璃瓦实际上数量非常少 就是能在这个耀州窑窑址里 包括在那个陕西这个大明宫那个唐城遗址里嘛 就看到这个那么几块东西 说明当时用的非常少 当时这个可能技术也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啊 然后你看右下角这个明清时期的 就基本上就是变成这个满铺的使用了 包括所有的包括这个构建保护这个木头的这些构建 这些这个脊兽全部用琉璃的啊 生产技术啊生产这个效率非常高 左下角应该是西下或辽绿柚的一个构建 量也不大 陈设器 这个是我们十二美人图里面 能看到这个 看右下角这里面有这种君子的这些花盆 这个是这个清代这个画里面 这个能看到这个陈设这个罐子 这是一个明代的罐子 然后祭祀用的 南宋观摇瓷器呢 就是在杭州老虎洞摇发现这个瓷器呢 我们看到都是一些跟青铜器上造型非常相近的一些造型 比如这种的戴耳的这种壶啊 现在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祭祀用的 然后工具类的 看那个青铜器的这个陶饭 中国上周时期的青铜器呢 主要是用这个陶饭饭柱法做成的 这个是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模拟的实验 制作一些饭 然后胶柱 然后这个做出来这个一个青铜的壶 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 因为这个呃 它这个硬度还比较高烧制完之后 这个是一个呃就是研磨这个茶叶呀 相对软的东西用的 下面就是弄的很很粗糙一道一道的线 然后拿一个去研磨这个是做工具用的 然后这个也是工具也是十大考古发现了 湖南称州的清代的炼铅干锅 看到非常长 然后它这个可以在下面用火去加热 然后这个里面矿石啊 新矿石就放到这个里面啊 加热 北方地区金元时期 经常会出现这种炼铅的干锅 这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炉渣啊 这个外面这种的烧结的这种的痕迹啊 然后这个反映这个宗教信仰的 比如说这很有名的这个 异县那个流利罗汉 很可惜这些流利罗汉 现在完整的东西全部在海外 这个是这个大英博物馆这一尊 然后这个时髦遗址 就是陕北地区啊 发现这种这种非常大的体量 这种陶铅啊 这可能都跟那个宗教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武器 武器用的相对少一点 但是也是有的 这个里面可能装一些火药什么的 然后炸开 然后然后这个陶瓷 这个碎片四处飞溅 然后这个陶瓷 介绍一下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我们有哪些实际的应用 最常说这几方面 其实最多的就是制作工艺研究 一说你是做什么呢 我是做工艺研究 工艺研究里面一些涉衣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其实他做工艺 你做工艺 我们一谈谈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具体做的东西 你像这里面打红框框 这个就是用的最多的 反复做的东西 就是这些开又采的化学元素组成 大家看到的那种测试里面 翻开这种的论文里面 报告里面 其实测最多就是化学成分 然后再有的就是这个矿物组成 这个就用的稍微少一点 还有这个显微结构 现在这个东国陶瓷 这个科技发展史的构建 其实主要就是基于这个化学成分 比如说这个就是中国古代 历代青瓷钥的注农剂的组成 它实际上看的就是这些 注农那个氧化物 它的比例的变化 钙煤甲钠 我们管这两种叫那个 碱土金属氧化物 甲钠呢叫碱金属氧化物 我们看从早期的 上周到明代的变化 早期的时候就黑色这个钙 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叫灰釉 石灰釉 其实所说的石灰釉呢 主要是说它这个注农剂 是以氧化钙为主的啊 不一定是就是说 夹了我们那种白色的石灰进去 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它主要说就是这个石灰釉是指钙 然后到南宋以后呢 就突然发生了一个降低 就是甲的突然提高 南宋到原明 我们一般认为呢 就是从石灰釉到石灰减釉的变化 就是南宋开始的 从龙泉要开始 就出现这种玉质感的这种有 这个龙泉的 他们那个前几年 在那个艺术博物馆有个展览 叫彼得上玉 就是龙泉瓷器 然后这个 包括这个景德镇这个 有一个就是讨论 就是什么时候景德镇的胎体里面 开始用这个高灵图 实际上也是这个研究 这个历代景德镇的胎土 这个氧化铝的成分 观察这个变化 现在景德镇推到这个唐代了 但之前的话 我们还是认为景德镇呢 是它最早的瓷器 是五代开始的 五代有一类 就是这种白柚的东西 特别白 它的氧化铝呢 是从16%到20%左右 然后到宋代呢 我们看到这个 比例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个别的这种 会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指缘 一直是在这个 16%到这个20%之内变化的 然后从圆开始 就发生一个变化 就是它比较稳定的开始 要达到20% 就是这种舒服词 然后再到这个明代 清代 然后还有更高的这个氧化铝 然后这种变化趋势呢 在结合这个文献 景德镇的流行员先生考证 认为这个氧化铝 达到20% 是一个使用高灵图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认为元代 景德镇开始 参入这个高灵图 包括这个氢化料的一个变化 它也是这个测这个成分 因为氢化这个是在这个右下的 所以它是根据测右 白右部分 还有氢化部位的那个氢化加右这个部分 进行一个推测 我们在氢化加右部分 就能测到这个氢化的主色原料 是谷 也是从那个元代 一直到这个清代 乾隆时期看到 能看到这个一些变化 我们氢化料呢 常用到的一些表征的方法 就是这个 不用那个绝对值 用那个铁固比和猛固比 这是纵轴是铁跟固的比例 横轴是猛跟固的比例 我们发现这个元氢化 还有一些明代的早期的氢化 它都是一些高铁低猛的 就老说这个高铁的 这个是一些进口料的一个标志 其实说就是这个比值 就是它是在这个铁固高的地区域 然后在猛固低的区域 而这个国产料呢 我们看到就是 都是在这一带 就是高猛低铁 它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上面含量的一个比值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工艺的很重要参入的 就是这个烧成温度和气氛 我们实验室呢 现在是用这种热膨胀分析 来测试它的这个烧成温度 就是把一个25毫米 乘5毫米乘5毫米 一个小柱子 切成一个小柱子 然后放到这个设备里面去加热 然后在它达到原始烧温温度之后呢 就是一个收缩大于膨胀的 这么一个拐点 我们认为这个点 就是它的原始的烧成温度啊 现在陶瓷的这个 骨陶瓷伤温度呢 全部是用这个热膨胀分析仪来检测的啊 然后呢 对于钮呢 我们是利用那个高温炉显微镜来检测 就是把这个钮 用这个牙钻打磨下来 然后沿成粉末 填到一个模具里面 然后放到一个载物台上去加热 看到这个 开始呢 它是一个小柱子 然后随着温度的提高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半球点温度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烧的已经 烧的要流平了 这个叫流动点 我们管这个温度呢 就是叫做这个 右的融入温度范围 骨陶瓷的那个烧温度呢 它是可以在一个范围内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接近这个融入温度范围的高值呢 它就会流淌的感觉就非常强 比如说那个唐山彩 唐山彩那个底板上就会 流很多很多这个右珠下去 这个就是在它的这个 高值附近烧成的 如果你温度再高的话 这个右就挥发掉了 所以它那个古人烧瓷器呢 它实际上是 它没有这些表征的参数 但是它知道 就是说我可以烧的低一点 高一点会怎么样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 精英剔透的玻璃的感觉呢 那你就烧的高一点比较好 如果你想烧那种像预质感的东西呢 那么就稍微这个线烧一点会比较好啊 然后这个就是 就各类陶瓷的烧烟温度 这是一个平均值了 陶气的 就是说陶气和瓷气这些 一千度啊 一千两百度 这是怎么来的 这都是根据这些测试的方法来得到的 然后看到这个 随着这个 从早期一直到这个晚期 它这个温度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气氛的问题 老说这个东西 比如说啊 还原气氛氧化气氛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 无论烧这个木材 还是烧这个煤炭 它里面都 主要是用炭的燃烧来提高的热量 那么炭在这个氧气充足的条件下燃烧呢 产生的是这个二氧化碳 如果氧气不充足的条件下 它产生是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一个带有还原性的这么一个气体啊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陶瓷这个开除里 然后还有这个氧里面这种的铁 铜物质进行一个还原 我们看到就从那个高价态的铁 还原成了低价态的铁 高价态的铜还原成低价态的铜 然后我们烧那个 我们看那个早期这个月瑶的青瓷啊 它都是这种发黄的 就是陶瓷的人就管这种 右色叫这种爱色右 大家看龙泉瑶的话 就是这两年 就前阵我们的天下龙泉展 看的都是怎么这么绿啊 这个龙泉瑶实际上 它这个对这个 就是这个气氛控制就是比较厉害了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高价态的铁 还原成低价态的铁 就会产生一种偏蓝偏绿的这种右色 还有这个就是氧化铜和氧化亚铜 被氧化碳还原 这个是幼里红瓷器的一个生成的原理 红釉瓷器特别难烧啊 一个是特别容易挥发这个铜 烧这个红釉瓷器的东西啊 要跟其他瓷器一块烧的话 其他瓷器也会沾一些这个红色 铜条特别容易挥发 还有就是这种还原气氛的这个造就 也很困难 如果没有还原的话 这个右里红瓷器 我们在一些江豆红瓷器 包括那个红五的这个右里红瓷器上 会看到上面 红的上面还有一些绿的东西 那个就是这个 它这个还原不够 铜是一个高价态 就是发绿色啊 其实古代的话主要这个用的还原气体呢 就是这个一氧化碳 但是呢 在一些烧砖瓦的这个工艺里面 大家看到就有一些 就往窑上面 就是倒水的一些工艺啊 这个工艺呢 就是分析来看呢 可能就是产生 一氧化碳和氢气的一个过程啊 一个就是叫范代华专家 他认为这个工艺呢 是反映这个中国古代 用氢还原的一个工艺 氢气的还原能力 比一氧化碳要强很多啊 但是我们现在做瓷器 也有用氢气还原 就往里面加氢气 但是非常容易爆炸 非常危险这个工艺啊 像我们故宫里面 我们现在有一个摇烧瓷器 还是用这个电摇烧 烧这种氢瓷类的东西 就特别困难 然后这个下面 另外一种还原器 就是这个氢气啊 然后还有呢 烧水工艺研究 就是这种的烧制程序的 它有这个一次烧成 二次烧成 还多次烧成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瓷器 大家理解都是 吃完氧之后一次烧成 但是像那些 像那个采瓷 它都至少要烧两次 就是高温烧完之后 在这个氧上面 会低温采烤一次 然后像这个琉璃瓦 它也是 故宫琉璃瓦 都是先烧一次劈 烧好之后再上氧 然后再烧 烧两次的啊 还有那个多次烧成 南宋关瑶那种多层氧 现在有的就是研究者认为 就是它的P烧一次之后 比较低的温氧 然后上右再烧一次 上右再烧 上右再烧 上了三到四次之后 最后一次高温烧成 也有说是多次烧成 但是多次烧成的成本 就非常高 因为每次这个升温降温 升温降温 它就特别容易炸裂 然后拿出来又使用 拿来使用这个花的人力成本 也特别高 当然有人说这个是给皇帝用的瓷器啊 皇帝不计工本啊 所以他们是可以的啊 就是 还有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乾隆那个各色有大屏 有人说这个 起码你烧个十多次 可能得 就各种各种柚 至少应该是烧两次到三次 至少应该是这样啊 它有高温柚 有这种柚上采的柚啊 它得烧两到三次才行 可能不需要烧那种八次或十次的样子啊 再有就是这个成型工艺 其实古代成型有很多种 他们 咱们看到的就是这种 电视上演的呀 什么陶宝里面 主要是在做拉披这个工艺 早期新时期的那些陶器啊 它还没有这种快轮或慢轮这些技术 它都是拿一些就是 拿一些泥条盘柱 就搓成泥条 把它一块一块给它 比如说围到一个东西里面 模具里盘起来啊 是这种工艺 然后还有那种模具成型的工艺啊 就一个模子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东西 把泥给它 给它敷好 然后分成 比如说一块 或几块 做成这个模具之后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泥 放到里面去 它有很多种工艺 实际上 工艺实际上 在表面都都看不出来啊 也没有记载 也有研究这种成型工艺的 然后还有这个绘画的技法 就是比如说青花呀 这个繁红啊 这些怎么怎么画的 当时那个 这种细节的东西 这个我们在文献里面都 没有记载 然后通过肉眼 也很难看出来啊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基地的这个 一个学术委员 美国的教授 范代华 他这个利用这个 癌色线照相法 就观察这个 马加文化这个陶器 他根据这个 这个癌色线的照片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泥条盘柱法的一个证据啊 就是一层一圈一层一层的 把它叠加起来的 这么一个罐子 而不是这种 咱们常会说 用这种拉皮啊 这些成型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 他和这个另外一个教授 Changer教授 他们前两年来做报告 给我们讲这种 剑谣 就是我们剑谣的兔豪展 他也是根据这个 照相法发现 他认为上面这个 气孔啊 都是沿这个 跟那个水平方向 有一个角度的 这么30到45度 夹角分布的 所以他认为 这个是一个 一个拉皮的一个证据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国外研究人员 开展的工作 他是分析了一个 这个彩绘陶的一个工艺 发现这里面 有一些金属的东西啊 这个骆驼里面 然后这个是发表在 这个13年的 这个一个论文集里面 这种工艺呢 在外面都是看不出来的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 比如说博物馆 保管的这个破损的东西 可能你会看到里面 有一些啊 做的一些工艺现象 然后这个是 观察这种的绘制记忆的 这个是西北大学 温瑞开展的这个 他这个用这个 同步辐射这个 这个面扫描技术 这是一个 这是繁红彩 他对这个局部呢 进行一个面扫描的 观察发现 铁的一个 根据那个蓝色的 越蓝了 它的浓度越高 它这个开始 这一个是一个 沟边的一个工艺 然后中间 可能又进行了一个 就是这种 蕴染 甜色 就是中间 有一个甜色的 一个过程啊 然后还有一个顿笔 这边可能是 有一个停顿 然后产生了 大量的这个铁的腹肌 这是一个 根据这个成分 做绘制技法 研究的一个案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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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色机理呢 就是有两部分吧 我两个案例 一个就是右侧的表征 及发色机理 右侧的话 很多就是咱们的右侧 通过这个 都是一些自然的现象 这个包括这个水果 梅子青啊 天蓝 天青 然后这个就是 更容易这个 搞不明白的 就是这个蜜色 甜白 包括琉璃瓦 他们说的这种 说这个太和电 那个颜色 太特别正 明黄色 就是我们 用现在科技的 这些色度学的方法 可以对这个颜色 进行一个表征 然后第二呢 就是这个 成分的机理这块 特别说的多 就是这个 玉质感 或者说这个 这个 这个乳酌幼 南宋观瑶 龙泉青瓷 就是 半透明那种感觉 像玉一样 怎么理解 怎么表征它 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这种 开展科技工作的 一个原因 然后这个就是颜色 颜色的话 最首要就是 这个着色成分的变化 就是这种 各种这个 金属原子 金属离子 像这个绿琉璃吧 像故宫这个 南山所的 像这个 公王府的 这个绿琉璃 一般就是说 等级稍微低一点的 王府一级的 或者是这个 皇子们待的地方 用绿琉璃 然后故宫的 这个像这个 大面积的 用这个黄琉璃 这个它是用 这个铁发色的 然后还有这个黑琉璃 像这个制化寺 就是路米仓 活动的制化寺 它很特别 用这个黑色琉璃 然后包括故宫里面 也有黑琉璃 文元阁 上面也会能看到 这个黑色的 它是这个 着色元素 有这个蒙 铁 铜 用了各种 着黄色 着绿色的 蒙一般是这个 就是紫色的 像那个橙花 豆彩 实际上 那个紫色的东西 那些葡萄 什么的 这个 它都是用蒙来发色的 然后还有这个 天坛的这个 我们叫这个天坛蓝 它是用菇着色的 它这个菇着色 就是跟那个 青花瓷器的 一个着色料是一样 说明到清代的话 这个菇 大家已经认识 比较清楚了 然后还有这种 还有一种 很特别的颜色 叫这个孔雀蓝色 或者是孔雀绿色 这种颜色 也是让人这个 捉摸不定 拿了一个东西 它就是介于蓝 和绿之间的一种颜色 山西这个东西 这种颜色的东西 特别多 然后这种颜色 它主要是铜发色的 然后它 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它得用一些 这种碱金属氧化物 做出容剂 然后这种颜色 大家在那个 就是西方 法国卢浮宫展 有一个那种 武士的右砖 就是用这个 就是孔雀蓝色 所以说 这种右色 我们现在在研究 它的中国 这种孔雀蓝色 它现在 根据考古发现 是在那个金代晚期 北方地区发现的 这种 然后至于这种颜色 为什么会出现呢 是本土产生的 还是说 从那个 西面传来的 现在还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就是 烧成温度的一个影响 这也是Nagel Wood的教授 这个他在他的 另外一本专注里面 专门关于研究 这个中国瓷釉的 他认为这个瓷釉 特别重要 中国这个瓷器 这么多变化 这么多炫彩斑斓的东西 其实主要是在 这个对釉的认识上 特别关键 然后他发现 这是一个馆藏品啊 阿什莫林博物馆的 一个馆藏品 他发现 这三个 菌瓷的碟子 颜色呈现 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他认为呢 就是这个成分 都是基本上 形质也基本上差不多 他认为就是 温度的区别导致的 菌瓷达到1300度之后 就会呈现这种 天蓝色 月白色呢 他认为就是 温度是适中的 还有那种偏黄的呢 他认为就是这种 烧成温度太低了 生烧了 变成这种黄色 再有呢 就是这个冷却速度的影响 基地这个 另外一个学术委员 范代华 他做了一个 副烧的工作 所以拿一片 这个菌瓷 副烧呢 进行一个缓慢冷却呢 就变成一个 就是这种半透明的钮 快速冷却呢 就是变成这种 玻璃质感的东西 大量气泡的 就我们知道 冷却速度的话 特别影响 这里面 晶体的生成 快速冷却 就容易让它玻璃化 慢速冷却呢 容易这里面 生长一些晶体 然后冷却过慢呢 就变为不透明的钮了 所以这个陶瓷这里面 它这个工艺上 控制上很很多变 颜色也很多变 但实际上这三种东西 在外观上看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会认为 这是三种东西 三种配方 但实际上 副烧的结果 就很说明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配方 实际上就是因为 它工艺不同导致的 然后这个是考古所 江晓明先生提供 就是一个 同样的一个 清华词片 然后在不同气氛下烧制 你看达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但实际上它的成分 是一样的 就是它气氛的控制 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预质感 预质感的话 其实大家都挺关注 这个问题 这个是陶瓷大学的吴老师 开展的一个工作 就是他对这个瓷片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放的 它对应瓷片的完整器 这是月摇的 我们管这种颜色呢 叫这种艾色 就这种黄黄的 然后大家说 怎么清词是黄的呀 可不可以叫黄又词啊 其实黄又词 这跟清词的着色成分 都是一样的 黄又词的铁更高一点 清词呢 铁稍微低一点 然后还原气氛强一点 但是早期月摇的话 它这个一个是 这个气氛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里面那个杂质比较多 铁和钛含量都比较高 然后到龙泉了 它这个杂质就少了 然后气氛控制也好了 你看这个颜色就比较 比较漂亮了 就这种预质感 然后南宋观摇呢 就是更有预质感 它是一种薄胎厚铁 铁非常非常厚啊 里面有大量的气泡和晶体 然后这是它观察这个 断面 看到这个铁里面非常干净 这个月摇的铁里面 然后也相对来说 比较薄这个铁 因为月摇的话 它是早期用了 大量的氧化钙助容 氧化钙助容特别容易流动 它铁不容易湿厚 然后这个是龙泉青磁的铁 它就比较厚了 这个是100微米 这个也就是150微米的样子 大家看这个铁就非常非常厚了 大概只有300微米都不止 可能应该接近那个毫米的铁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气泡 然后还有这种暗色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扫描电镜的照片 暗色的东西都是一些晶体 就是说这里面有东西 不是很纯净的 然后到那个南宋观摇呢 它这个就是气泡就会也比较多 铁非常厚 然后这些都是圆圆的东西都是这个气泡 大大小小的气泡 然后还有这些晶体 黑色的这种晶体 进一步放大这里面的一些 我们对它进行一些成分的分析啊 有一些常识 该常识啊 这是一个工作案例 就是讲为什么这两个东西 龙泉青磁和老虎洞的这个青磁 又有预知感特别强 第三就是年代测定 古陶瓷年代鉴定的方法 主要就是试光 热试光测年法 好多就是人问我们说 这个碳十四能不能测 实际上碳十四的话 主要是测这种有机碳的 就是这种骨头啊 木碳的 看到刚才那个仙人洞的 那个两万年的陶片 它是用那个碳十四做 它不是用试光做的 碳十四它是测的里面的 这个骨头和那个木碳 因为考古遗址里面 有扮成了好多很多东西啊 除了无机类的 还有有机类的东西啊 它使用了一些棺木啊 隋葬的一些动物骨骼啊 等等的啊 都有这个可以做碳十四的标本 热试光呢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测 就是这种一个 实行晶体的一个 受到核辐射一个作用 积累了这个能量啊 它这个核辐射呢 来自于主要两部分 一个是环境的 日常生活的区域 都是有辐射的 包括宇宙射线的辐射啊 含量是比较低的 还有就是这个陶瓷内部 它含少量的放射性元素 油土甲这些元素 对这个晶体的一个一个照射啊 热试光呢 它的原理就是 你烧陶瓷的时候 比如烧到800度1000度 它这个热量 它给晶体的信号被释放了 然后就是等于始终归零 然后从宋代到现代 它这里面的油土甲 那些放射性元素 并不受这个加热的影响 会持续的这种 照射这种晶体 然后重新积累这个信号 我们测这个信号的强度 跟它这个年代成正比 然后它的误差呢 可以达到这个正负10% 就是距今1000年的这个样品 可以达到正负100年的这个误差 就是它的可以达到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误差的范围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像这个牛津有一个公司啊 测年公司 它在这个中国有这个取样的地点 它往往给的就更大 比如正负20%的范围啊 但是这个范围呢 它做一个真伪判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测年的话 做研究 大家还觉得不够 比如说我们元代 还不到100年呢 这误差就已经折合没了 比较受关注的 像有这个君尧年代问题 就是君尧是宋代 我大明尧 大家知道 但是这两年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君尧 它是一个原末明初的此期啊 而不是宋代的此期 还有这个关于一线罗汉的那个年代的问题 最早的时候认为是唐代的 后来呢 北京龙泉物摇出了一些佛像之后 也认为是辽代的 这个琉璃罗汉在美国有收藏 他们做热时光测年呢 又觉得是金代的 然后这两年呢 就是有一个华裔的一个学者 许香玲 他他研究认为 应该他认为是明代的 就他年代现在越来越靠前了 这个这个就是说 大部分瓷器啊 上面没有这个生产日期 和产地啊 不像我们现在的 买的产品上都有日期的 个别的一些词习上面 自己把自己写得很清楚的 谁做的 然后这个哪一年哪一年 这种我们可以作为热时光的标准器 还有这个就是特别有名的 这个也是在大英展出的 制正瓶叫 这是原清花的标准器 开始这两个瓶子在市场出现的时候 人们不认为元代有清花词 还是当时认为明代它有清花词 就觉得这种东西 上面写的这种 制正多少年 这都是作为的痕迹啊 就告诉你这个 哪个年代的 那不是骗我吗 实际上后来研究发现 这个瓶子确实是元代的一个瓶啊 像这种带自明瓷器的 非常珍贵这种东西 我们叫纪念款瓷器 然后这就是热时光 热时光仪测年的那个设备 设备实际上体量非常小 大概就是跟那个台式电脑的尺寸差不多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放射源 这种仪器使用起来审批非常严 就是如果大家说买个显微镜的话 放家里买个便携式S形光 可能都比较方便 但如果说谁家里买一台这个 就很麻烦了这个审批 这个得报那个公安局 必须家里面装监控 必须跟那个公安局联网 定期你得去开会 开各种什么大型活动 然后要来检查 然后要贴封条 就没办法自己搞研究用 有些设备他还感觉可以买啊 现在确实有好多这种个人 包括企业比较有实力 他们自己就买一契设备 甚至说就是完全复制 我们单位的一套型号都可以买 但这种设备买就比较麻烦啊 然后这是他取样的一些工具 你看那个钻头 然后空心钻 取完就有一个小洞 然后这么一小截 然后还可以把它切成一个一个小片 做测试放到仪器里 然后取完的样品就是这样的 在底部 宁志超先生那个罐子 就被取了很多洞 开玩笑 他说我被你们打成筛子了 这个热制光的方法 现在越来受大家的理解 现在很多那个拍卖会上的东西 拍卖的产品 它下面就是有这个东西 而且它给出你热试光年代 可能提高它的价值 现在已经比较受认同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 比它更可靠的方法来做这个鉴定 就是说不排除传统专家去看的条件下 方法现在是社会上 现在有好多机构 你交费用 他就可以去做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那个 就审我们上层这个流利的一个热试光的研究 怀疑这个上面有大量的明代的流利 但是大家就是说通过这个形制上判断 觉得是明代的 但是没有什么证据 因为现在它上面没有一些款式在上面 清代倒是有好多款式在上面 因为它这个木头结构这个神我们也是明代的 所以我们推测是完全有可能了 这个就是故宫的好多这个流利 都带年代明款的 现在最早的就是这个雍正 那是不是说明就没有明代的东西 是不是都永乐修完之后 明代也修了好多次 正统啊 嘉靖啊 那个清安殿后面的围墙 都是记载的 都嘉靖时候修的 那就有没有明代的东西呢 就这个问题 然后在当时那个神我们拆下来的 这两种古剑人员说这就是明代的 这你看这做的特别规矩是吧 还有这也是清代的 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清代的里面好多 它虽然没有款 但是好多有款的里面 我们根据它的形制 能够判断出来它就是清代的 但这种东西没有可以参比的东西 后来就做了一个就热时光的比对 用正的一直到这个带满文款的 就是它实际反映 这个是距禁270 然后这个是220 这个数据还比较好 然后像这个宣统年的这个 看距今98到96年 95年 测的还比较好 然后呢就把这个明代的继续检测 哎发现明显早于这个年代 袁志明对应的历史年代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是作为一个 判断它明代的瓦剑的一个证据 然后这是前两年我们做那个军瓷 军瓷争议特别大 就这类瓷器 现在已经就越来越年轻了 被这个研究了 我们基地主任老主任做的一个工作 他们叫官军 也可以叫数码军词 下面这个印着这个数字的 下面画盆底 捋了一些这个说法 越来越晚了 而且这个还是越来越多人支持啊 然后我们就把76年出的和04年出的做这个比对 然后发现呢 这个热时光结果呢 全部是距今820年 大概就是在金代或者是南宋这么一个时代 然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 大家又开始讨论 就这个结果呢 不支持明代说 这两类瓷器 76年和04年出的 年代一致 然后绝对不可能到明代 这是目前来说 君慈 年代 热时光测试工作 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最准确的结果 感谢热时光测试工作 产地研究 主要现在是根据这个微量元素法判断这个产地啊 有这几种方法 S阴光 S阴光法用的是最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中子活化分析方法 把它放上眼里面去照一下 然后再探测这里面被活化那些放射成元素 释放出来的这个粒子 等粒子质朴吧 现在比较受关注的 像这个北方原始祠的产地 就刚刚开始说 河南地区郑州啊 这一带出的原始祠 到底是哪个瑶长产的 浙江呢 还是江西的 还是福建的 还有唐南采的产地 唐南采的那种大型的蛹啊 大骆驼 现在没有发现瑶址 所以说到底产地在哪也搞不清楚 就是可能是就是在洛阳啊 或者是西安附近都有可能 因为是唐代的都城附近嘛 或者是拱线窑啊这类的 产地研究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我们需要建一个数据库 看到这个是一个窑址的掠图 这个是在那个陶瓷的一个 一部这个系列的图册上 窑址非常非常多 密密麻麻的 而且这上面标的窑 它只是一个掠图 它只是比如说龙泉窑 它可能是标了几个地方 就非常非常多的窑址啊 还有包括这两年新发现的 这个比如说淮北的这个 安徽淮北的这个猎山窑 它就当时都都没有标这些 很多很多新的窑口 所以这个产地研究认识 逐渐的在清晰 然后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龙泉窑 你看统计 咱就说龙泉这一个地方 就是南宋时期就就这么多窑 两百多处 元代有三百多处 就光龙泉窑就是这么多窑场 然后我们想想把龙泉那个产地 判断清楚 就是说单说南宋的 就有这么多被选的窑口 然后我们这两年在做那个伊朗 中东地区出的这些 这个发现一些龙泉窑 然后我们现在试图想建立起来 它到底是比如说龙泉 现在目前分两个大产区 一个是南区产区 一个是东区 我们想看能不能可能把这个外销了 到底是哪个窑区产的 做这个工作 这样的工作我们就把东区的南区的 这好多这个数据都给采集 产地研究必须有这个数据库 然后这个大家见到的比较常见 就这种设备 这个便携式的这个X荧光 然后这个是美国的学者们 在做这个沉船上出土 这个磁系的产地 设备就是这样一个设备 然后这个是用那个中子活化分析方法 做它的产地 这是陈铁梅教授做的 就是他发现这个南方北方的原始池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 然后它的陶器呢 有各自不同的区域 所以呢 他认为北方原始池的产地是集中在这个南方地区的 这是97年的工作 然后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华裔的学者 做的这个印尼黑石号出土这个白油绿彩池的这个这个产地的研究啊 然后他发现这类磁系呢 他做一个对比 跟这个拱线窑 形窑和耀州窑 为两元素进行了一个对比 发现呢 这类磁系呢 应该是河南拱线窑的产品 就河南拱线窑这个 他实际上他这个 现在发现好多产品 都是拱线窑的产品 包括在这个去年 这个英国学者做那个就是伊朗出的一个 唐代的一个青花的片子上 他发现也是拱线窑的东西 古代的这个贸易啊 他那种交流网络 可能还是超出我们的认识的啊 逐渐在加深的这块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那个院长四十件 那个官窑瓷系的一个研究工作啊 这个跟了两个窑纸进行了一个比对 然后发现这么分成这么三类 就是除了这种A类 跟这个窑纸对应比较好之外 B类和C类都有一定差距 特别C类差距非常大啊 就发现得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后A类里面还有三件 就是跟那个龙泉的比较接近啊 还有这个是真伟鉴定 真伟鉴定现在这个技术呢 越来越高了 这个景德镇专门有一个防鼓村 但是这个防鼓村的东西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通的防鼓 真正的防鼓都是关着大门的 都不让你看不让你去的 这就是普通的防鼓 大家看这个是05年 这个拍卖这个鬼谷下山罐 然后拍出2.3亿元 然后06年我们去景德镇 看这个就有了 然后还有宣德这种官窑 都很多 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然后这是他们这个 这边就做防鼓 做旧 抓一点这个酸 然后腐蚀一下 然后这表面弄一下 那种的铁锈啊 什么那种东西 景德镇那边 他们就是搞淘子见见 给我们做报告 说是其实那好多那种瓷器 都就真正真的东西 都特别新 都特别干净的 那都是真的瓷器 陶瓷特别耐腐蚀 所以他这种拿一些酸去弄它 这都是不正常的 特别旧的这种东西啊 做海捞瓷 然后给你弄一些贝壳 拿椒给你沾上 接牢底 做热视光 爱打那种底部嘛 接一个底 请得认你要买一个 带底款的东西 比如说康熙年质 这都很贵 因为可以接牢底用嘛 都可以做 真伪鉴定实际上 不对社会做的 就是自己展览啊 有些征集啊 会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展览之前 我们就是做一些工作 发现这个盖子和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瓷一般有盖完整的东西 就特别珍贵 像龙泉窑博馆那件罐子 它就是一级文物 它就是盖子和罐子 是一体的 完完整整的 像这种我们看 一检测 发现这个微量元素都不对 这搞不清楚 是哪个是后配的 反正就是这个信息 就告诉给展览人员 这种要小心啊 然后这个是 关窑那个检测院藏 那个做了一些综合的研究 这旗舰东西 是像北方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是还很兴奋 说会不会就开封 那个北宋官窑的东西啊 就是北方的东西 但是后来 搞那个陶瓷部的人 说专家认为 不太可能 就是这个质量看上太差了 这东西 像明清景德镇的东西 因为我们杭州 跟景德镇的东西 差别特别明显 这微量元素 然后这是明清坊的 它上面都有抵款啊 这样的 但有的也没抵款 这两个 跑到南宋的去了 跟又成杭州的了 然后就是保护材料的筛选 就是保护研究方面 我们用一些科技的方法 这个是故宫琉璃瓦 这个白色的病害 南山所内瓦 就是远处一看 都发白 发黑 然后实际上都是这种 签柚的变色 很厉害啊 都变成那种粉化的东西 拿一个小刀片 拿直接盖啊 都能刮下来粉来 都是钳 对身体有害 都得洗手 这个东西 看这上面都是 林绿签化 硫酸签 黄琉璃还好 绿流也特别容易变色 然后这是故宫南大库 出的这个粉彩 乾隆粉彩 表面变色也很厉害 这些局部 全部是粉化的东西 都是重金属 还有生的啊 什么这些 它那个粉彩下面 打的玻璃白 都是用那种的 都是重金属 所以其实 不太适合 当残局使用 这就是检测出来的 好多这种的 含铅的这种 辅食物 在这上面 地下这个 跟地下水啊 这些作用的 土壤中的这种林绿 发生一些变质 这是一个 表面大量的 白色的盐分 检测 掉幼剥落 特别厉害啊 放咸菜的 据说是 这就是琉璃瓦的 我们当时 一个保护项目 做了一些工作 弄了一些加工剂 琉璃瓦 故宫琉璃瓦的剥柚 主要是因为 这个P体 这个疏松导致的 然后它剥柚的话 是从这个 都是从胎 胎这剥的 太疏松了 烧结温度不够 所以就是 一种就是 回烧 就是 高温复烧一次 再上诱 然后还有一种 做这个加固的 这个有机数值 然后这个 乾隆时期 其实用过一种方法 就是 他把那个 有些那个剥柚 琉璃瓦 他重新上诱 再用 就看那个 好多那个 关于这个琉璃的文献 发现这个 乾隆其实挺节俭的 就是他包括那个 建筑上 他说P是 就说正面 你把那个好的 给弄上 背面 你可以那个 差一点 这个P还能用吗 他就再重新上一次 用 然后我们做一些实验 就做一些样块 各种两种台色的 然后做一些渗透加固 是跟上海归算研究所合作的 然后不同的方法 屠杀法 保护法 然后看这个 吸水率能不能降下来 就能不能加固 这两个是加固前的 这两个是加固后的 看到这个 更致密一些 但是这个方法是不可逆的 这个古剑 他们传统的 就是说 不太接受这种方法 因为树脂一进去 就出不来了 但是他确实能提高防水性 然后 其实这个 传统的陶瓷修复呢 都是这个 这是马皇伴 就是打这种的 鞠钉上去 这个是一个 这个网上的 找的一个照片 就是老先生 就拿这个金刚钻钻孔 那现在这种修复方法 我们基本上不用 因为它是个 有损迫害的方法 坏的时候 在这打两个洞 然后拿这个 鞠钉袋给它鞠上 那现在的修复呢 这个是首帛 那个 圆青花 那个 凤手活 它都是粘接 包括缺损的地方 拿这个东西 给它补上 然后像这种裂的地方 一块一块裂开 都拿那个 有机树脂给它粘上 都是做这种 所以说 就是现在 陶瓷修复 用很多这种 修复材料 陶瓷修复这个行业 对身体不太好 陶瓷修复是 它用很多这个 那个树脂 有机溶剂呀 都不太好 它用这些 要耐老化 因为瓷器的话 它得展示呀 它这个树脂 必须耐光照 如果用一些 白色的这种树脂 时间长都会变黄 然后还得有光泽性 瓷器的光泽非常好 你有想要好的光泽 然后这就是 做一些这种 陶瓷材料 这个筛选的工作 就是这次 复旦大学他们做的 就是色差的变化 然后做这个 树脂的这种 强度的变化 强度还不能太强 好 谢谢大家 好